临迟学书大旗晚成 王羲之从小跟随魏夫人学习书法 七岁就已善书 魏夫人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位了不起的女书法家 名硕是汝因太守李聚的妻子 相传有急救铁传史 魏氏四世都善书法 魏夫人的主妇魏凯父亲魏冠 兄长魏恒都是魏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 所以魏夫人有家学渊源 又诗法忠遥 她的楷书就写得很美 当时人们评价她的书法是 如插花舞女 叮美容 王羲之跟她学习书法 自然受到这位启蒙老师书艺的薰染 以至于后来 其书法的姿妹习上的形成 都与此有很大关系 据魏絮 莫述笔诗传中记载 王羲之小时候 就曾见前代笔论 与其父旷枕中 妾而独至 昔之 学功日尽 魏夫人一见 与太常王策曰 此小儿 必见用笔绝也 静观其书 便有老成之志 因刘涕曰 此子 笔无书名义 在那种全凭感觉的失传风气之下 学书者 只能暗自摸索 体会 走许多弯路 而王羲之阅读笔论 得到明确的书法理论指导 大获教育 后来王羲之渡江北上 游历名山大川 见到了李斯 曹喜的书法碑客 又见到许昌 中瑶 及梁胡的书法 又到洛阳见到蔡雍所书的《诗经》 后来 又在王恰那里 看到了东汉张旭的《华月碑》 这时 如登 泰山方之众山之小 王羲之忽然觉得 学魏夫人的书法 是白白的浪费了许多时光 遂改本诗 他直接向中瑶等书家学习 《博经群法》 取各家之常 创作了一种 严美流变的王体书法 右军的书法艺术 是大旗晚成 他青少年 都是在北方度过的 早期的作品 移木帖 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 仍属于近代旧派的书法体系 解体笔法上 与新疆出土的 李博尺独 王群的伯彦帖 十分相似 以木帖 质朴厚重的特点 明显是受到 西晋南迁前 中原地区书风的影响 随近使南迁过江以后 王群之的书法 又吸取了江南书风 然而即使如此 他中年在无兴时 书法仍未尽入人意 甚至还不及当时的 于一 西音 等书法家 刘宋时的于和就这样说过 西之书 在史未有其书 不胜 于一 西音 代其末年 乃造其节 当时于家的许多青年 都学王羲之的书题 于一 见他们不学自家的旧派字 而学王家的心体 非常的气愤 他在荆州 写给部下的信中说 小而辈 乃建家机 爱野物 皆学依少书 学无还 当笔之 到了会计以后 王羲之几乎把全部的经历 都投入练习书法中 旷日持久 苦学不费 临池学书 池水尽黑 人们称之为黑池 王羲之后来之所以成为卓越的书法家 绝非天才所成 而是由于专心 秦学所致 晚年他的书法炉火纯兴 进于妙境 拖进了未代以来 用笔致重的写法 创造出 俊逸 雄建 刘美的艺术风格 这时 就连曾经激烈地贬低过他的余意 也不仅嘖嘖赞叹 说他的书法可以和东汉著名书法家张之相媲美 他说 王羲之曾自评其书 十分自负 藏自笔张之 忠遥 他说 无书比这忠张 忠当抗刑 或为过之 无尽心 经作已久 寻诸旧书 唯中章 故为绝伦 其余 唯是小家 不足在意 去此而贤 朴书次之 未尽之见 曹操为了推行 勤俭务实的精神 严禁立碑 后来由屡次 重申禁令 近代也沿用 曹魏旧志 故碑客极少 近代的书籍流传 除了 篡宝子碑 王辟之 穆志明 王兴之 穆志明 等几块碑名外 主要依赖于 尖速之章 而尖速之章 能够保留的时间 非常有限 再加上 战乱兵肥 等各种人为的灾害 故 王羲之的墨迹 早已失传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 只是后世的摩本 和翻课的踏本 不过 即使不是真迹 也足以使后世 为之倾倒 我会忘记 我会忘记 优优独播剧场上